美国小说家 Kathryn Ryan Hyde 提过一个把爱传出去的公式 她说只要诚心帮助三个人 然后请每个人再去帮助三个人 不到21天 你的爱心就会传给全世界的每一个人 Kathryn Ryan Hyde Kathryn Ryan Hyde 她真的没有想象中的简单 相对于台北 其实台湾偏乡的教育支援 是相对匮乏的 但是在台东资本这边 有这么多元化的课程 可以提供给孩子们选择 而且这些多元化的课程 也真正正正的改变了孩子的未来 他们的生活 这里是属于孩子们的空间 这里是孩子们的书屋 今天我来到书屋当一个小小的实习生 体验成霸的独门教学方法 我还是要重复一下书屋的教学方法 通常我们把地理历史跟国文看作是 同一个门科 我们把它当成社会科好 也就是说 你如果不了解地理 你很难把历史读好 你地理历史没有读好 你的国文很难 读得够深入 所以通常我们从地理开始 请大家不要误会 我不是只会画这个地图 这个在台上挥舞双手 生动讲课的人叫做陈俊朗 他是书屋的创办人 也是大人小孩口中喊的陈霸 14年前放下台北的一切 陈霸回到故乡台东建河部落 为的就是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 陪伴自己的儿子成长 没想到却因缘际会创办了书屋 开启了这段和孩子们的缘分 书屋是孩子们的避风港 让孩子肚子饿了有饭吃 放学后有地方写功课 弥补偏乡教育的不足 也提供单车 音乐 烘焙等多元课程 让孩子们选择 让偏乡的孩子快乐学习 健康成长 这一张张的卡片证书 是孩子们回馈给陈霸最好的礼物 为了重拾孩子们的学习信心 陈霸花了八年时间 研读国小到国中的所有教材 只为编写出一套 更贴近孩子们生活 让他们更能理解的学习方法 事实上这个东西是没有什么优劣胜败的 尝试就是尝试 你数学学会是怎么样跟生活结合 而不是我数学学会 我怎么样考高分比你强 我是状元 你不是 其实老师也有这种心态 连教育官员 我想他都有这种心态 那我们是试图 从坏孩子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坏孩子角度是 比较接近生活的 他们学这些数学干嘛 就是怎么样让他运用在生活上 书屋陪伴台东之本的孩子成长茁壮 给予孩子们第二次机会 也是孩子们的第二个家 最近几年 陈爸将重心放在教材编写上 以逐渐将陪伴孩子的工作 交给各个书屋的老师照料 但始终不变的是 陈爸每周依然会骑着车 传缩在乡野路间 到书屋关心孩子们的学习状况 这弄的量很快 这超级 太超级 他怎么搞心 因为没有办法 因为他这个 他会有些粉状 对小孩子的呼吸气会不好 但是他也不像 他的部分 只在学习 他就在学习 他也不像 他也不像 他们看 他也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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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流 他也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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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來 陳爸用心守候孩子們的成長 即使好長一段時間沒有外援 他也願意窮盡所有 為孩子們備一餐飯 點一盞燈 陪一段路 好不容易才有今天的成績 目前 書屋已從最初的建河 擴增到整個大資本地區 有建農 資本 悲南 溫泉 美河等據點 這天 陳爸在百忙中 特別抽空前往高雄 參加大兒子陳彥翰的畢業典禮 對啊 他國小畢業 國中畢業 高中畢業 大學畢業 都是人生的不同的階段啊 再忙我都會去啊 我把孩子當成第一重要的事情 我的態度一下是這樣的 我的孩子就是排在第一位 輸的孩子也是排在第一位 人家重點 你不要跟他排名 嗨 阿媽你怎麼過來 我搭啊 火車 火車到哪裡 到新左營 然後在坐 坐計程車過來 陪他孩子 應該是以孩子為主 是我們去陪他 而不是他來符合我們的需求 所以如果可以以孩子的角度去思考 怎麼陪伴 那個陪伴就是成功的 當一個好爸爸陪伴是很基本的啊 不管是心理的陪伴 或者是實際的陪伴 事實上都是很基本的要件 當一個爸爸基本的要件 我很佩服大哥 你好像是29歲還不大30 28 28 依然就放下台北的一切 對啊 回到故鄉 就這裡嘛對不對 對啊 這裡嗎 對啊 這是我長大的地方 嗯 這是 這是我爸 陳 我要叫 陳 陳爸爸的爸 陳爸爸的爸爸叫 你好你好你好 陳老爺 老爺爺 沒有啦 你好 其實這有很長的過程 大概就是考書記關他四年 孩子越來越多啊 都在這個庭院啊 大概那個時候大概有多少個人 大概 我爸有一次出來點名 到 尚小的時候有幾個你還記得 有四十多個嗎 四十多個 有四十多個 我辦公室三個 那三個車中央 走到哪裡 我叫他用爆速的 用爆速這樣 這樣一陣子 你是在訓練那個軍隊嗎 要爆速 不然我都要訓練那些 那些孩子 他們來 你是也陪他們做功課嗎 還是有其他的 教他們其他的 跟他們其他互動 剛開始只是想要講故事給他們聽 那來了之後 慢慢的會遇到考試啊 遇到被老師打 或被爸媽打 一大堆事情就會講給我聽 慢慢的就會想要幫他們忙 所以 你看這個地方往上是沒有燈 他們可以在這個地方寫作業 晚上嗎 對 晚上 七點多八點九點 好像七點到九點都是我們的固定時間 然後在這邊看書 然後我們只有那個小燈 就門口這個小燈 對 所以他們不願在這裡摸黑 也不願回家 所以我那時候很吃驚的是 我事實上沒有做什麼 我只有 陪伴 陪他們 所以就在這四年多 五年的時間 慢慢發現 其實有太多小燈的問題 他們寧可在這個沒有燈光的地方 沒有桌子沒有椅子 趴著跪著坐著 他們都會寫作為讀書 但是他們就不願意回家 然後慢慢的發現他們這些問題 後來我也覺得說 我可以幫什麼忙 書的雛形就這樣開始的 所以剛開始我們就去租了一個地方 在附近嗎 對在附近 建和書 我記得第一間建和書 好 這樣我跟你們學生來看看 他頭一間 從你的建和書 在這裡而已 好 這樣我跟他來頭一間 他們知道你要做這個嗎 就是租給你的人 知道 知道 他們知道我要照顧孩子 對 對 大部分啦 就是 不是爸爸不在 就是媽媽不在 要不然就是爸媽都不在 阿公阿嬤大 或者是爸爸的 爸爸或媽媽的身體狀況非常重 就是 總而言之就感覺這些孩子大概是家庭的功能已經不正常了 所以你覺得書 你想要提供他們一個什麼樣的環境 幫 家庭功能不正常的我們這邊可以給 學校功能不夠的地方我們這邊可以幫忙 所以這些孩子多了之後 你聽他們講的一些事情你會就是說 事實上我是幫得上忙 我可以幫忙 當然啦那個壓力都很大 對啊 因為你本來是自己兩個小孩到面對這麼大一群 對啊但是你會覺得說 怎麼講那心情就是我放不下 我離不開這些孩子 是這般無私的愛與關懷 陪伴孩子走過年幼的成長階段 給予他們溫暖和希望 即使這趟路程走來顛簸 卻是陳霸一生的堅持也是他畢生的職業 這幾年來 陳霸的堅持和行動也感動號召了許多人加入夥伴行列 楊慧金大人小孩口中的阿娘就是疏無創立至今重要的革命夥伴 因為你每天生活在這個當中 你看到很多孩子需要幫忙 對那你不曉得可能就就也就算了 可是當你知道孩子是處在這種狀況下 那我們能做我們當然要去做 好沒有問題沒有問題謝謝陳先生 好好謝謝你謝謝謝謝你 好拜拜拜拜 其實這幾年來阿娘進步真的是很大 因為要對小孩子有耐心很難 因為基本上阿娘是一個對自己比較沒有信心的人 我覺得他做得很好他很多事情都做得很好 當一個人他對他的責任產生無比的那種力量的時候 你就會感受到他們的能量 好 第一桌 五年前阿娘回到自己的社區 成立溫泉書屋 用心陪伴將近三十位孩子 不像現在 當時的書屋沒有什麼資源 阿娘只是憑著一股熱血 無條件 無常為孩子們付出 陪伴這一大群的孩子吃飯看書 你跟我一起好不好 對 好 一二三 命農師 祖婆麗大湖 胖地海下湖 誰知潭潮水 利利皆辛苦 感謝大家的幸福 感謝大家的幸福 吃飯的觀眾 等一下 慢慢咬沒關係 但是吃完飯 喝完湯 嘴巴乾淨了 不洗碗 帶你開 好不好 不要邊走邊咬這樣子 不太好看 你現在越來越長大了 要有一個帥哥的樣子 我發現 你對這群小朋友很有辦法 你是來這邊就 對他們這麼有辦法嗎 他們都很可愛 其實用孩子的角度 用孩子的眼光去看事情 對 就會變得很容易 為什麼他們要叫你阿娘 就其實是從一開始到書 就是那時候還在 陳爸的健康書 就是 我會買一些 對 你都買菜 買一些東西 然後其實 就是開玩笑啦 就說 就很像娘一樣 然後就叫著叫著 就叫掉了 來這裡之前 你應該是很喜歡小朋友才會來 我不是因為喜歡小朋友才來的 不是因為你喜歡小朋友 那不然呢 我是因為帶孩子到書屋 然後帶我的孩子到書屋 然後 所以你接受陳爸的幫忙 你一開始其實是家長 是 是你的小孩來到書屋 你才接觸到書屋 是 真的喔 我是用家長的角度進來書屋 前往阿娘老家的路上 她告訴我 自己當初會到書屋 是為了要改變自己 和兒子之間 緊繃惡劣的關係 因為 回來的時候 就是 因為要幫助家裡的工作 那時候家裡有做生意 所以我們才回來 那就是理所當然嘛 因為自己家裡的事情 就是要幫忙做 所以 她也就 所以對她的照顧啦 那她也去嗎 她也去 她也去 她願意 她當然不願意 她非常的不願意 對 可是就是 就是被要求她要這麼做 對 那不這麼做 可能 可能就沒有辦法被諒解 對 所以我也 我也沒有去幫她 極力爭取 連語言的緣分有如扶貧的無欲聚散 一對關係緊張的母子 因為有了書屋作為終界 有了第三者 成霸作為轉環 舒緩了原先的關係 雨過天青 阿娘也在這裡 找到了人生的新方向 地青 作詞 作詞 請 你先几点回来 你先几点回来 很多人都觉得他以后会当流氓这样 然后就让我们的关系就越来越疏远 他就越来越没有办法沟通 然后就把自己就是好像有点封闭起来 就是比较不能去碰到他的那个真正的想法 他就跟我讲说他睡车上就好 他不要进来 是我觉得回家很无聊所以我才不想回家 不是因为家人不管我我才不想回家 对啊 书就是 不然我觉得那边有一种就是 会给你一种归属感吧 他也不会也不会 也不会去挑说 哦你可以来然后你不能来 就他不会他不会他不会挑小孩子啊 就是你想去你就去 就也可以慢慢认识其他的学长姐啊 然后也有很多朋友 所以就会感觉很像一家人 在陈爸那边他可能 陈爸就完全的接受他 接受他那个时候的样子 然后也没有特别说去要求说他要怎么样怎么样 都没有 对 就我觉得就是很纯粹的接受 接受这个孩子本来的样子 其实 其实那时候我是很感动的 因为至少有个地方 他是可以待下来 对 不用担心他到外面去 可能去 结交了什么那个 就是变坏啊或怎么样 至少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待着 因为安娜就是一般的女孩子 一般的妈妈 他没有想过当妈妈要怎么当 那因为过去年轻的时候 可能有很多的 很多的对艺文可能不好的事情 那我会希望他自己去面对 学会去面对这些问题 我们这边是一个艰苦的环境 他愿意投入这个地方 事实上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他的孩子 所以我觉得他有这样的力量 去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 从一个完全没有信心 没有方向 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慢慢的 慢慢的了解自己 然后慢慢的知道 怎么跟孩子相 怎么样去带孩子 最后了解 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孩子 因为很快是他很快就吻下来 因为找到吉他以后 他他情绪 他就有一个寄托 就慢慢的吻下来 对啊 对啊 那个时候就 呃 刚好似乎就 还蛮多吉他的 然后 学长学姐啊 他们就都会弹吉他 然后所以 就引发一些新剧 对啊 然后就 跟他们学 现在呢 一个礼拜几次 一次啊 礼拜三 对 礼拜三晚上 对啊 多久 一个人三首歌而已 一个人三首歌 粉丝蛮多的啊 没有 那个是 那个是观众 现在每周三 艺文固定都会到 铁花村表演 阿娘不仅是他的最佳听众 也是他的头号粉丝 今天 我和阿娘 一起来欣赏 艺文的 精彩演出 那 我很庆幸 有很多人 把这样的资源带进来 所以 在这边 有很多孩子 可以借着这样的爱 被分享 然后 呃 他可以达到他的 另外一个层次的 学习的空间 成长 今天有一个 这样的书的孩子 对 然后 他叫做艺文 我和阿娘 在这边 我和阿娘 绝了 你 一个黄奖 我和阿娘 你 他手 牛 有一个 他的 而且 我和阿娘 每周三 也不可能 只要 我再也不能 陪伴我 在頭髮已斷白的時候 你是否該依然冷靜我 有一句話我一定要對你說 我會在有人地方等你 直到你已經不再悲傷 I want your freedom like a girl 到現在已經慢慢演變成 已經不是喜不喜歡的問題 感覺變成身體的一部分 已經變成一種習慣了 心情不好彈吉他 找不到別的出發感到 彈吉他對我來說比較直接 有多默默的喜歡 因為有你 但他也變得 現在的藝文 在書屋擔任客服老師 陪伴孩子 其實那個老師眼中的問題學生 今日成了照顧小孩的大哥哥 藝文在書屋找到音樂 找回快樂 書屋是藝文的第二個家 更是他情感的皈依所在 假如你有困難不妨提出來 按大家測量是什麼 雙簧 你怎麼都沒在看幾度 我就在自己那裡 雙簧 雙簧 啊 換球 7 6 6 7 8 9 10 這比較軟 沒有 哈哈哈哈 阿楊旁邊這位活潑的女子 是陳秋蓉 負責書屋的社福工作 幫孩子處理在家裡 和學校遇到的各種問題 好啦好啦 你家裡兩個小孩 對啊 你家都肯定要帶她去書屋 不然她工作不好 以前都沒有人家人 拜拜 秋蓉 台北出生長大的都市女孩 台大法律系畢業 曾任立法院國會助理 人生平穩順遂的精英分子 當初毅然放下台北的生活 來到台東 純粹是被陳爸為孩子 無私奉獻的真誠給打動 道書屋和孩子的第一線接觸 是她人生中 從沒有預料到的一大轉彎 然後你看她 聽一些故事的時候 看到一些現象的時候 她是有那種氣憤 兼傷心的那種感覺在裡面 通常會感動的人我們可以理解 會氣憤的人通常 大概就是跟我們性格比較類同的人 所以經過很多的事情 她最後決定要下來 然後我們的環境真的是非常糟 跟他們以前來講來比真的是糟透 而且在台北 人際關係沒有那麼接近 大家可以選擇不理 但她這個地方她完全沒有選擇 這些孩子被打 她會跟她插藥 然後她會去追究為什麼被打 然後去跟她家長接觸 然後一而再再而三 她遇到自殺的 被性侵過的女孩跟你訴苦 被家暴的 你看到那個家長的那種 很凶狠的打孩子那種自殺的 這對一個正常人來講 都是有個考驗 何況是一個高材生 然後在立法院待過 然後還要在這個環境裡面 其實我看了是真的很多的不忍心 當然真的來了之後 客觀的條件 當然不是你在台北的環境那麼優 可是要看 用什麼角度去看 他們就說我真的是水多不服 我大概真的感冒了快半年 就一直咳一直咳 然後就感冒都不好 然後我還開玩笑說 是不是這邊的那個藥 跟台北的藥效不太一樣 我覺得陳爸喔 被我對他影響 當初是因為他做這件事情 你覺得感動嗎 然後覺得 一個可以讓自己純粹只為了一件事情 然後把自己的那個 一生的餘命放在這邊 當然 那你會可能 有沒有可能我也自己也可以這樣做 然後 你真的投入進來的發現 我覺得 上自己最大的一個受大的影響 我覺得我的 對人的心變寬了 從陳爸身上 你就覺得 什麼樣的他都可以去接受 而且他都看到人家的好 那你就會覺得相對 我自己太小家子氣了這樣 小鼻子小眼睛 然後一點事情就要計較 這個過程當然也不是一下子就OK了 可是我覺得那個就是 對我們是這個最正向的影響 我之前直接是在第一線就是輸戴小孩 那時候可能就是那個主要的社區 服務的範圍就在每個社區 包括可能有一個荒野社區 然後 我們每天就是孩子來一個就是作業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上課 我覺得對他的大概就是我們就是生活在一起 然後孩子他們每天的喜怒哀樂 他的學校生活 家庭生活 大概就是會跟我融在一塊 簡單講就是 叔叔就負責小孩 包括他的身心照顧 所以為什麼每次你們家妹妹都好捨不得你這樣 阿倫你知道去哪裡玩 我剛剛去水溝丸 去水溝丸喔 嗯 好阿倫你去跟爸爸說一聲 好 那你去穿上鞋 就說你要跟我出去啊 去哪裡 買東西 可以嗎 我跟阿嬤講過了 你有換一張鞋 沒有啊 沒有啊 沒有啊你沒有錢 你要怎麼買東西 我去拿了 所以你要拿嗎 好啊 我點那個 還是你直接先去看看 先去看看 好 那我們先看看也可以 第一台車 最靠那邊 到順序排過來 OK嗎 怎麼變短 他不肯 周圍的高度好不OK 輪胎也沒有氣 守護的時候 水這麼滿了 如果需要幫忙 就舉手 阿嬤OK OK Eady go 我剛才看到 因為我好驚訝說 他們小學生 然後其實剛才出來 我們大概有快二十個 然後他們可以這麼守規矩的 都不會像一般小朋友的那種 就是打鬧啊什麼的 他們就是很像一個有規矩的隊伍 那就是我們平常一次一次的練習 練習 然後包括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七月要去環島 這些小孩 事實上也不一定是每個人都可以去 他必須能夠經得起 他一天有辦法能力起一百公里 然後他有曾經累積過五百公里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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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歷 然後他的跟別人的團隊配合 他甚至自己要過夜 他的行李整理 就是生活常規他都是要OK 那這個就是平常舒服想要帶給小孩的 因為我實際上 車騎得不好 然後我覺得我實際上要誠實跟小孩講 那孩子早就知道你車子騎得不好 所以每次騎車出去的時候 我就會跟小孩講說實際上 我沒有能力照顧你們 在小孩面前 我反而可以很坦然跟他講說 我的不足 那他們會不會笑你 阿秋平老師你不會騎 不會不會 我覺得小孩實際上 反而是很鼓勵我 真的喔 對 秋風姐我知道其實 你來了五六年 然後可是你一開始 並沒有想要待這麼長對不對 嗯 那這中間應該有 有人或者是有什麼事 觸動了你的心 然後讓你下定決心 決定要留在這裡 你可不可以跟我分享 可以啊 就有一天 那個時候我大概來了一段時間了 嗯 然後有一天有個小朋友就叫了我媽媽這樣 媽媽 對 突然 對 然後我當下完全不想要怎麼去回應那個狀況 你知道 那當下你的反應呢 當下那個腦袋就失序很多 所以你暫時忍處理 對我忍處理 但是這件事情 為什麼會讓你覺得你想要留下來 我那個當然就是 就是那一天 就是事後我有回去跟陳爸講了這個事情 那陳爸當然就笑嘛 他就覺得 欸 表示小孩就是已經認定你 接受你 對對對 如果沒有那一生媽媽 往後的發展誰都不知道 但是那一生媽媽 確認了 對 就確認我可能在這邊已經有一些 割捨不掉的關係這樣 也很好喔 我覺得你現在做得很開心 生命的陪伴無法以績小來度量 哪怕只是一個小小的改變 一句肯定 對秋蓉來說都是最好的回饋 這條路上 秋蓉和孩子用情感相互支持 用生命交換彼此 許婷玲是秋蓉陪伴的孩子之一 今年十八歲 剛從高雄國際商工餐飲管理科畢業 會到高雄念書 全是因為秋蓉的幫忙 才讓廷林順利申請上這所建教學校 初期秋蓉還幫廷林籌募學費及生活費 直到廷林有能力找到工作 自己生活所需為止 他學習能力很強 然後工作態度也很好 就願意學習 那他的長官如果有什麼指示的話 其實他是會問的 會問的 那會問他就會做的 就把那個不問又不做的 我們就比較不喜歡這樣的小朋友 所以他在這邊人際關係很好 那我們的他的長官也很喜歡他 剛從高職畢業的廷林 目前正在準備軍校考試 因為秋蓉和書屋的幫忙 讓他有機會走出家庭 學習獨立 也長出改變生活困境的力量 我差不多是要考基冊 快要考基冊的時候 十二月多 那時候就已經有去他家了 住到我快來高雄的時候 那一陣子有時候又回家 因為媽媽還是會那個不放心 對啊 雖然我已經跟他說過 我住秋蓉家一切都很好這樣 他給我的感覺 就算不是自己的親生媽媽 他也可以把你對待成自己的小孩一樣 就是生了就是要養 要教 對啊 然後秋蓉還雖然沒有生我 可是他有教我很多 對啊 應該算是人生的轉類點吧 因為如果說沒有認識書的人 沒有認識秋蓉阿姨 其實我應該也還是在台東那一塊 對啊 因為就是 也有他們的幫忙 我才能出來外縣市 對啊 因為其實他們幫了不少 因為我如果說我沒有他們的話 其實我也自己存不到那些錢 然後我也不會這麼的積極去找工作 對啊 因為他們是介紹第一份工作給我 對啊 對啊 就是還 蠻酷的經驗啊 對啊 就是 體會到說原來賺錢 好辛苦 對啊 才會比較珍惜 然後 更想要往上爬 對 秋蓉阿姨喔 比較像媽媽啦 對啊 一個很喘良的媽媽 哈哈 也是因為有他的喘良嘛 所以才會 每件事情都會好好的去完成啊 他給我的感覺 比我媽還像我媽 還是我第二個媽媽 哈哈 對啊 也很開心 就是 認識他 然後 了解了更多吧 對啊 對啊 這麼快 我 又靠得利啊 嗨 所以我跟你們回去跟他們多聯絡 好 欸 對 那你們只要常常去說 嗯 那你們有時候會在家裡裡面啊 都沒有好好寫功課啊 是喔 所以你有空再打個跳跟妹妹 他弟弟講一下 嗯 好 好啦 自己在外面好好照顧自己 嗯 那你什麼事來 叫自己打電話回來 好 住人家家裡還是要多幫忙人家耶 我知道 然後煮飯給你吃啊 然後 有要幫忙收啊 家裡要幫忙打掃一下 這樣 人家才會覺得 這個小孩很懂事這樣 這樣子 好 自己其實要小心喔 好 好 好啦 你那個要準備考試 自己要加油 庭林事實上 一直都是一個很努力想要好好生活的孩子 特別他一個人到高雄去讀書去工作 欸你那個 整個過程你會覺得他懂事然後也變獨立了 然後有自己的想法 然後對自己的未來上有一些規劃 對啊 所以大家都還蠻聽他高興的 對啊 他甚至現在 他的自己就可以成為弟弟妹妹的一個很好的榜樣 所以有時候可能 媽媽可能 在管教弟弟妹妹的時候 然後弟弟妹妹不聽事上就可能要姐姐出面 他就會 姐姐會打個電話跟弟弟說 你可能要好好寫功課啊 每天要好好吃飯 我覺得姐姐 弟弟妹妹看到姐姐的改變 看到弟弟的成長 他現在就變成可能是家裡比較重要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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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柱 對啊 你就可以預期那個家會因為他 應該會有很大的不一樣 陳爸多年的努力和堅持 感動了邱容這個台北女孩 讓他放下一切 投入淑屋的陪伴工作 多年的耕耘 也開出了甜美的股食 因為淑屋的支持和邱容的陪伴 讓婷琳這樣辛苦的孩子 得以振脫了命運的束縛 人生也有了更不一樣的選擇 有 有 你頭髮剪短了捏 誰幫你剪的 你的頭髮喔 我看我看我看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你們吃飽耶 有給你你在洗工作喔 在他的工作 他的工作喔 他的工作喔 這是你的暑假專業嗎 不是 不是 不是啊 我來台東上 我覺得對自己很寬容 我覺得來這邊上 是自己 學習或獲得最多 倒也不是真的 給小孩很多什麼 我在孩子身上看到 像我有很多是以前 對自己的苛責 那這邊你會發現 自己有很多其他的可能 相對看待別人 你的包容性真的很大很多 你就是一個孩子身上 看到很多的面相 你會覺得 你真的是喔 以前覺得你自己白活 怎麼會用一個自己的經驗 去看待所有人 那你用唯一的標準 那個真的是 對自己 自己太狹隱 對別人也太苛責啦 所以我覺得 這個部分我倒是在這邊 有很多很多的反思 經驗世界的開展 讓秋蓉這樣一個精英分子 回頭反思自我 放下階級框架 看見他者的存在 因為腳踏同一片土地 而長出了柔軟的 只是現實的共感共印 在這個謝意的夜晚 和陳爸的吉他伴奏聲中 我和秋蓉阿娘 大家以茶代酒 坐在一起 彈著他們一路走來的 心情點音 來想幾位 等高 乎到青春麥 青春麥 青春麥 你們現在 你們現在 會常有機會這樣 坐在一起聊天 嗯 不聊公司 就是閒聊嗎 已經好幾年了 哈哈哈哈 我剛來送的時候 還蠻喜歡一個感覺 那時候就是 比如說陳爸那時候 就幫小孩上完課 嗯 然後大概差不多九點多 對 那時候當然就有機會 大家就可以這樣子 坐著一起聊聊天 對 喝茶 對 我來見和剛來住的時候 每天那個 灰燼都來陪我睡覺 因為他覺得這邊很害怕 我覺得他很害怕 他沒有膽量 他很害怕耶 對 對 那個整個環境 對我來講 事實上是我陌生的 你就看到一個台北女孩子 來到這麼鄉鄉一個地方 然後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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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情啊 或者是那種認同感 或想幫你那種 是 很好手的 嗯 杯子一丟 好了 趕快倒上來 我那時候超感動的 所以其實從那一刻開始 我就心裡有一個想法 就是 我不要讓我的夥伴 過那麼辛苦 我不應該讓我的夥伴 過那麼辛苦 你看 他的經過 他的經過也不輕鬆 因為 他想照顧孩子 但是他並不知道照顧孩子 需要具備多少專業 跟多少耐心 所以他整個在 在經過程當中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有一個孩子他是 非常難帶的 他卻有辦法 帶他 你知道他 他動的不停 你跟他抱起來 他會跟你吐他 對 會吐在他臉上 嗯 他把那口水把它拿掉以後 繼續帶 繼續抱著他 我知道這個 這樣的夥伴 你沒地方找 嗯 那時候大概就 秋龍他們進來那段時間 在 在那個 倉庫的時候 嗯 大概是我人生最福底的時候 那時候孩子又多 大概二十幾個 要考 國中要考高等 我不太會形容那種心情 因為你幾乎一無所有 嗯 剩下這些孩子 你很想把他單下來 但是你知道 你不知道你 你不確定你到底有多少人力 能夠 單起來 所以 嗯 那時候血壓又高 然後 莫名其妙走一走就會吐 然後他就會 嗯 很暈 然後還是被他們 被他們 壓著去掉點滴 嗯 我原先都沒有料到他們 他們能夠待得下來 嗯 我想大概就是 一兩個月你吃不了苦就會走 嗯 那現在也想說 有緣就有緣 沒有緣就算了 所以 那時候也沒有想太多 但是 嗯 我 我其實 之後坐到這裡 我 我看到三個很 很平凡的人 但是你們散發一種很不平凡的愛 因為 這群小朋友如果沒有你們當初的堅持 我真的不知道他們現在走到哪裡去了 他們的未來又是怎麼樣 就像 我一開始 進到這個故事裡面 我去參與的拳擊 那真的不容易耶 我真的是快吐了 真的不容易 可是 我相信你們的辛苦 比那個千百倍萬倍勝過 那 我真的必須替台東這些小朋友 謝謝你們的堅持 希望你們繼續堅持下去喔 會會會會 好 加油 我們也沒地方去 謝謝 對啊 好啦 那我們最後一唱首歌 在台東這片土地上 從城壩開始 一個愛孩子無私奉獻的心 像一顆水風飄散的種子 到處落地生根 改變了阿娘 藝文這對母子 也影響了秋蓉和婷寧 而在溫暖的故事之外 要染紙上的 是人們在困沌中的堅持 或許我們都需要孩子的書屋 好放心孩子的未來 待會兒 待會兒 我們那個拿到蛋糕的人 就要跟壽欣講一句 祝福的話 祝福的話 對不對 有兩個座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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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 看一下 You 好 多少力量 讓我忘記悲傷 背起夢想 以為能夠習慣和孤單對話 卻在掛響電話的那一秒鐘 淚眼閃燃 才發現原來我沒那麼堅強 才發現原來我需要個家 需要他來給我力量 當我走累了感到徬徨 總有那麼一個小小的天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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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